按照我們食安治治條例 我們有九個行業要清楚的把萊姿含跟不含 只要是進口豬肉就要寫清楚 如果沒有標示清楚 最終可以罰十萬 這本來是總統宣誓了中央政府應有的作為 原來一號我們面臨了進口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 前一段時間我們從校園、社會機構、醫院、護理之家 開始前面禁止食用萊豬 再加上肉餅進口商主動站出來不進來 這些都代表新北市的一個決心 按照我們食安治治條例 我們有九個行業要清楚的把萊姿含跟不含 只要是進口豬肉就要寫清楚 如果沒有標示清楚 按照我們食安治治條例最終可以罰十萬 當然還有很多小吃的餐飲業者 並不是在這九大業裡面 我們歡迎他們自動來標示認證 從一開始 蔡總統自己也說過了 要讓民眾選擇吃或不吃還有瘦肉精的豬肉 那既然總統都講了 身為中央的行政院 應該就要很清楚的做好讓民眾 要一目了然清清楚楚去做好選擇嗎 這是一個責任嘛 那要清清楚楚就要標示 這本來是總統宣誓了政府 中央政府應有的作為 相信民眾最在乎的是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健康才是一切 那既然在整個健康疑慮沒有解除之前 一切以健康風險為最大的考量